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2月18日 第一卷第八章第七节 预言的应验出乎人的预料 摩西所行的神迹 证明圣经启示的真实 此外族长雅各 预言犹大之派将要掌权 我们看到此预言最后的应验 谁能否认这事 是出于圣灵在雅各心中启示 摩西是第一位 记载此预言的作者 然而在他记载之后的四百年历史 并未提到犹大之派执掌王权之杖 当扫罗被高立为王后 看来似乎王权归属汴雅敏之派 当撒末尔告大魏时 有无任何可见的理由 是王权转移给大魏 谁会期待国王 会来自卑微的牧人之家呢 既然在牧人家中 有七个兄弟 谁会拣选最年幼的得此尊荣呢 他怎么可能有希望得着国度呢 谁会说大魏的寿高 是由人的方法或努力或智慧 而不是属天预言的应验呢 同样的 摩西的预言 虽然不是直接清楚的方式 论到外邦人蒙拣选 进入上帝圣约中 事实上在两千年之后应验了 难道这不是清楚明正 他所说的是出于神的末世 我们无需再举证 圣经中其他的预言 这些先知的话 都是上帝清楚的末世 所以任何脑筋正常的人 都当信服 上帝借着先知说话 简言之 摩西之歌 就是彰显上帝的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